大家好,我是艾羽炎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化悟空 二郎神法相原画公开 游戏中真用了青丝废案 猴批的天塌了 游戏科学冯济宣布黑神化悟空到个订单2026年 各位黑神化的大佬们,好呀 有关大家比较关心的DLC内容 刚刚有了最新消息 冯济说DLC类等等 完了,瞬间感觉天塌了 冯济的原话说的是,咱就说 能不能让团队先躺两年 踩踩风,恋恋爱,尽情玩玩其他游戏 对于这样的回答 玩家们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让团队先躺两年 意思就是两年之后才开始做 再做个一两年 好家伙直接目标2028 这谁能忍 有玩家就表示按现在这个质量 两年算正常进度 也有玩家吐槽说 我看老逢你,又想吃泡面了 你回个不能,不就行了 准备带着几十亿跑路了是吧 等两年,这种事情不要啊 生产队的猪都不敢这么躺 正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两年太久,只争朝夕 一方面理性告诉我是可以休息 但另一方面,感性告诉我 我缺的DLC这块,谁给我补啊 好消息 DLC明确会做了 坏消息,先躺两年 然后再做两年 合计四年等等 可见大家真的是一点都不想等了 现在回看之前那个英雄护鱼的吴旦 还信誓旦旦的说明年初会出DLC 以及目前网传的消息 真的是直接被打脸了 虽然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明年会出DLC 但是内心还是希望游科真的能创造奇迹 就像当时期待 真的有那么一个三结局一样 唉 不过DLC做两年是正常的 大型DLC都是这个期限 光是章节动画就要不少时间 但冯济说的休两年也不太可能 毕竟热度这么大 但DLC两年后 直接端上来还真有可能 所以大家再耐心等等 不然真敢工制作出来的作品 达不到大家心中的满意就更不好了 希望这次不会出现第六章这种情况 两年就两年吧 举个例子 老头还的DLC就是在本体发行后的两年后 才端上来的 但问题是法还两年半都做出来的玩意 直接毁了本体打下来的好名声 也有消息说 游科已经在十一国性放场价 包员工旅游了 根据此前对杨琪的采访来看 应该是西藏 还是带着取景的任务去的 当时采访的时候提到模型扫描的问题 基本都是杨带头 他说很累 但是当公费旅游去了 然后提了剧 接下来又要去西藏取景 推测跟斯陀林有关 最后只想说 确实也该让他们休息下了 DLC不用太急着做的 只要在这个月内端上来就好了 又或者赶紧春节上线 因为今年算一年 明年过一天也算一年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 各位大佬好呀 对于黑神化悟空中的杨简 究竟是真是假 目前官方也没个确定的答案 有不少玩家觉得是斯陀林素材附用 游戏中的文本上有过描述 弥勒在二郎神进扶祖塔前对他说 我认识的真君好像比你丑得多 二郎神没有理他 直接进去了 感觉更像是西天把天庭的神都换了一遍 这文本的意思确实说明有两个二郎神 真的那个进了画中眉山 是天庭和林山严守作局 而且对于杨简的法相 你画成青狮子用青面獠牙圆过去 但是二郎显胜真君身上会挂满骷髅头吗 于是不少玩家猜测可能是赶攻期 来不及做完斯陀林 就把青狮的剑魔用到二郎神的法相上 所以游戏角度看 那个确实很二郎神 但从剑魔角度 那个确实是青狮的剑魔 虽然目前还有玩家表示 二郎神本来就长着狮子模样 但问题是 二郎神怎么会是拥有爪子胡须的猫科动物呢 还有个佐证 是法相战里说了这么一句太顿了 与你斗 还是这般费力损刀 这显然和原著里二郎神的描述不符 二郎神在原著第六回 和孙悟空对打时 也没有折损兵器 打了几百回合 大圣被偷家 就变鸟走了 后面就是斗法了 倒是和原著青毛狮子经的描述更符合 这个在原著第七至五回 首先是大圣让青毛狮子披三刀 结果第一刀毫发无伤 第二刀劈了分身 第三刀没劈就开打 逗了几十回合八戒参战 青毛狮子不敌丢刀就跑 这符合笋刀这一说法 好消息是 有玩家通过画师放出的设定吉障 发现了一张神师二郎真君的法天相帝 所有特征都对上了 现在游戏里的法天相帝因为时间不够了 于是用青丝巾改的 不然也不会舍不得用 也有玩家认为原著里就是青面獠牙 但是游戏里也就符合一个青面獠牙的 浑身骷髅和大刀武器明显是青丝巾 土里这个脸色也算青 更何况也有三指眼盒三尖两刃刀 虽然很希望后续能在DLC中改模 但改模型相当于法天相帝那段战斗全部重做了 尽管很可惜 但可能性不大 我推测大概剧情应该是 佛教见大圣持续佛位 担心他会再次倒戈 道教天庭阵营 所以命令金吃大鹏 青丝 白相前去摧毁花果山 将大圣仇恨转移至天庭 并让大鹏假扮成二郎神 与大圣决战观察其态度 二郎神胸口的佛像 对应的正直孔雀大明王菩萨 杨茜明明是道家出身 怎么会胸口挂佛家的头像 而且后面的天兵头戴 均是鸟形头盔 四大天王盔甲上 有狮子图标 聚灵神肚子上 也有个大象 大圣说了一句老兄的刀 怎么顿了 应该是 察觉到对方并不是二郎神杨茜 是有人假扮的 画鸟飞走 想去调查真相时 佛教的人 怕事情败露 直接发动紧箍咒 命养简 大鹏 取他性命 可怜的大圣 又被佛教骗了 同样可惜的 还有二叔八戒的人形建模 对比游戏中 八戒的可爱模样 这波反差 实在是太大了 不少玩家表示 直接从质疑子猪儿 到理解子猪儿 也希望能够在后续DLC中 再次见到 如此帅气的暗书吧